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冰与火之战 冷战历史 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1.第一章 幻影的狂想伊朗政变与超级大国的角力 2.第二章 黑色宝石的诱惑石油政治与冷战策略 3.第三章 电波上的幽灵冷战下的国际广播之争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第一章 幻影的狂想伊朗政变 与超级大国的角力 第一章 幻影的狂想伊朗政变与超级大国的角力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回到20世纪中叶 一个充满了间谍 阴谋和国际角力的年代 我们的故事发生在伊朗 一个古老的国家 坐拥着丰富的石油资源 却在超级大国的博弈中 成为了棋盘上的一枚棋子 1953年 伊朗发生了一场争变 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权力更迭 而是冷战时期 美苏两大阵营 争夺全球影响力的一个缩影 这场政变被称为行动阿贾克斯 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和英国秘密情报局 MI6联手策划的 他们的目标是推翻 当时的伊朗民选首相穆罕默德 摩萨台 并恢复亲西方的 沙阿帕列维王朝的权力 为什么要推翻摩萨台呢 这位首相有一个非常疯狂的想法 将伊朗的石油国有化 这样伊朗人民就可以享受到 自己国家资源的收益 然而 这个想法显然触动了英国石油公司的利益 而美国也担心 摩萨台可能会倒向苏联阵营 所以 我们的超级大国们 开始了他们的幻影框想 他们运用了各种手段 包括宣传战 贿赂政治家 策划示威 甚至是制造假新闻 这听起来像是一部间谍电影的情节 但这确实发生了 他们甚至雇佣了当地的流氓和黑帮分子 在街头制造混乱 以此来营造一种国家即将崩溃的假象 最终 政变成功了 摩萨台被逮捕 沙阿回到了权力的中心 伊朗的石油继续流向西方 但是 这场政变的后果 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预料 它埋下了伊朗人民对西方的深深不满 这种不满 最终在1979年的伊朗革命中爆发出来 导致了沙阿的流亡和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国际政治就像是一场大型的棋局 每一个小小的棋子一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而在这场棋局中 有时候超级大国的策略家们 可能太过专注于短期的利益 而忽视了长远的后果 这就像是在下棋时 太过于专注于吃掉对方的一个小兵 却没有注意到 自己的王已经处于将军的境地 所以 亲爱的同学们 当我们今天回顾历史 不妨以一种更加深入和批判的眼光 来审视那些 看似英明 却可能充满短视的政治决策 毕竟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他总是喜欢给不学无数的学生们 上重复课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第二章 黑色宝石的诱惑 石油政治与冷战策略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 让人又爱又恨的话题 石油 这个被称为黑色宝石的物质 不仅仅是因为 它能让你的汽车嗖嗖跑起来 还因为它在历史上 掀起了一连串的政治风暴 尤其是在冷战时期 所以 拿好你的矿布帽 我们要深入石油的深层政治洞穴了 首先 我们得认识一下 这位名叫石油的全球名流 他的家族 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从交通运输到国际关系 无所不包 但是 石油家族的成员们 并不总是和平相处 他们的争斗 常常导致国际政治的大戏上演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 石油成了美苏两大阵营 争夺的重要棋子 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的领头羊 当然不想看到 石油落入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对手的手中 而苏联 自然也不想让美国独霸这个能源宝库 于是 两个超级大国 就在中东这个石油的大本营 上演了一出出政治角力的好戏 比如 伊朗1953年的政变 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美国CIA和英国情报机构 秘密策划了这场政变 推翻了民选的总理 穆罕默德 摩萨台 恢复了亲西方的沙阿政权 为什么 因为摩萨台想要国有化伊朗的石油产业 这可不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呀 所以 为了保证黑色宝石的流向 一场政治大戏就这样上演了 再比如 1973年的石油危机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 实施了石油禁运 这不仅仅是一场经济战 更是冷战中的一次意识形态较量 西方国家的汽车 突然变成了饥渴的怪兽 而苏联则在一旁偷着乐 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石油生产大国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石油不仅仅是一种商品 它还是国家之间博弈的筹码 是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因素 而冷战时期的石油政治 就像是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大兴棋局 每一步走的不对 可能就会引发一场危机 所以 下次当你加油的时候 不妨想一想 这些普通的液体背后 隐藏着多少国际政治的故事 和历史的秘密 而我们的汽车 可能就是这场大戏中的一个小角色 不经意间 参与了全球的能源战略游戏 嗯 这听起来 是不是有点像是石油版的权力的游戏呢 只不过 这里的铁王座 被一个油桶所取代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第三章 电波上的幽灵冷战下的国际广播之争 第三章 电波上的幽灵冷战下的国际广播之争 亲爱的听众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既神秘 又充满戏剧性的话题 冷战时期 那些在电波上游荡的幽灵们 不 我并不是在讲鬼故事 而是要带大家回顾一下 上世纪那场 在无线电频道上进行的意识形态较量 想象一下 你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的普通人 每天晚上 你打开收音机 想要寻找一些音乐或新闻节目 突然 你的频道被一种奇怪的噪音干扰了 这可能是一种被称为木偶的电子干扰信号 或者是一个用你听不懂的语言广播的神秘电台 这些就是电波上的幽灵 它们是冷战时期国际广播的秘密武器 美国的自由之声 Voice of America 苏联的和平与进步之声 Radio Moscow 还有中国的中国之声 Radio Beijing 这些国家的广播机构 都在努力通过无线电波 传播自己的政治信息和文化价值观 它们的目标很简单 赢得心灵战 影响国际舆论 但这场战争并不只有正面的宣传 有时 它们会变得更加隐秘和狡猾 比如 有些国家会故意播放电子噪音 干扰对方的广播 这种无线电干扰 就像是电波世界的干扰弹 让对方的声音变得模糊不清 更有趣的是 有些电台甚至会进行伪装播放 模仿对方的频道 播放假新闻和错误信息 以此来混淆听众 这就像是电波上的间谍行动 听众们往往难以分辨真伪 当然 这场电波之争 也有它的轻松时刻 想象一下 一个苏联的播音员 努力用它那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 向西方听众解释共产主义的优越性 而在另一边 一个美国DJ用礼语和摇滚乐 试图向东方世界传播自由的精神 这些场景 无疑充满了文化的碰撞和幽默感 最终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这些电波上的幽灵 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但它们曾经的存在 不仅展示了冷战时期 国际政治的紧张和对抗 也反映了人类沟通和理解的复杂性 在今天的数字时代 我们或许可以从这段历史中汲取教训 认识到信息的力量 以及它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亲爱的观众们 我们今天一起回顾了伊朗政变 石油政治和国际广播之争 这三个冷战时期的故事 这些故事虽然发生在几十年前 但它们对我们理解 国际政治和历史的影响仍然存在 在伊朗政变中 我们看到了超级大国 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 而忽视了长远的后果 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决策的陷阱 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避免重复类似的错误 石油政治告诉我们 石油不仅仅是一种能源 它也是国际政治的筹码 在冷战时期 石油的控制权成为了美苏两大阵营 争夺的焦点 而这种争夺也往往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 这让我们意识到 我们对能源的依赖是如此之深 而这种依赖 也让我们成为了国际政治游戏的一部分 最后 国际广播之争展示了信息传播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 不仅仅是冷战时期 即使在今天 信息的传播和控制仍然是国家之间角力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认识到信息的力量和它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同时也应该保持对信息的批判和辨别能力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历史是一本永远没有尽头的书 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本书中的读者和书写者 让我们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历史 用幽默的态度面对挑战 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和和平的世界 现在 我想听听您的想法 你对这些故事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订阅我们的频道